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卖雨伞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张茂熙 十五岁就开始学坐伞 因为太太陈梅元腰椎受过伤 无法体重物 张茂熙从搬货架到放置雨具 一手包办 我礼拜三在股心 礼拜四我在股东 礼拜六在南股 现在还好 现在做一餐 以前做两餐就是 他帮我架好后 我就开始自己打餐自己摆 对 而且他变成师兄 比较倾务一点 因为腰不好 他只做他算用 张茂熙年轻时 一度沉迷赌博 下班后哪里有赌局 就往哪里去 家里的事 全落在陈梅元一个人身上 直到加入慈济 张茂熙才完全借出赌博 这次的话它是做比较完整 你先来看 先挑我帮你看 自己到这里都是一把 小练早 我领红包 你要领红包 对 你现在 第一天 你要领一天的量 对 一天的量 要不然四千五 十箱给你 为了让岁末祝福 能顺利进行 张茂熙一早就将 以装箱的附绘红包准备好 让志工们领取 而太太陈梅元 则是在厂内负责接待工作 此际活动 已经是他们的生活重心 欢迎这边请 小心哦 欢迎欢迎这边请 当然是现在比较幸福了 因为他以前是每天放不掉那个生意 他会觉得一天没做就 对家里的影响他会觉得比较 感觉会影响到 所以现在是生活方便也没问题了 因为我一直鼓励他都参与实际活动 尽量可以牵职那更好 对啊 文翔师兄 他那个火堂头前的布棚 那个厕所说会很明显 整个布棚就很明显 又会头前的布棚 那个花火的带 那是否没法做 没法做 那是否要做 现在没法做 没法做 从2000年承担总务窗口至今 活动现场的大小事 张茂熙他都要负责张罗 对 来 那个这个稍微用掉 我来抓给我 抓先出一个 那有抓 那有抓 那不是说 村人 平常总务的工作就是比较杂 一般男重会用到的东西 都是我在负责 一般像我们比较细软的东西 都是师姐在负责 张师兄跟你招牌 鹅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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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要几支 张子妈说15支 15支 没那么多 随便找人来托来说 我要领那个福慧红包 他都一定会说不行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因为商人的福慧红包 本来就是要亲自发给你的 那你这样来跟我领 就不对 除非说你有 润物 就是说我们有出勤 有青色志工 或是我们的慈怡志工 那报上来 把名单报上来 他才会给主队 给队长来领 张茂喜和陈梅元 从职业到智业都相依相随的两人 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 挥别过去活得更充实精彩 感恩这对冬座变经济 做会做主座 不然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的茂喜师兄 感恩你 阿弥陀佛 还有您到位 这个弦内住 我们的陈梅元师姐 阿弥师兄好 感恩 接应你们进慈祭 功不可没 你们的母鸡之身委员 陈敬春师兄 感恩 好 说到刚才 我们说 孙子是桃园平正的 和气总务干事 对吧 我们都说总务总务 都总务 进来慈祭的时候 样样都觉悟 对吧 敢说拔轿就好了 要漏起真正来说好的 孙子说是来 江湖真好 今天特别扎这支山 很多人都说 男女朋友送伞好吗 送伞就散了 但是33年前 就是这把伞 掳获了美人心 师姐 珍惜得多好 33年来 我打开给大家看看 哇 你看 还是啊 保养得很好 这是听说师兄手工伞做的 所有都是你做的 对 手工的部分 从彩跟车跟缝 都是他做的 哇 山谷不是 小小的伞 咱两人 嘴定丫着一支小火山 你曾经这样子 帮他遮雨过吗 嗯 有啊 曾经 出门的话 都是我在撑伞 你还特别做这么小枝 让你们两个可以挤在一起 啊 有目的的啦 我跟你讲 就是这样子 掳获了美人心 听说你收到这支山了 深深感动 啊 对 有一点啦 有一点而已哦 有一点 对 听说他不只送伞 献殷勤啊 他平常就把你的下班后的很多东西都打理好啊 我进这个工厂的时候是他教我 教我做伞 怎么车 怎么做 胜利的骰子啊 对对对 他教我的 对 然后呢 那后来就是被他献殷勤被他骗了 被他骗啊 对啊 因为当我有人发现 同事发现说 师兄在追 追我了 好多同事都警告我说 美人你不要被骗了 那个人很爱看赌博 很爱看哦 很爱看哦 很会去看人家赌博 这个一定会赌的 你要小心 不要被骗了 可是当我问冒几师兄 我说 大家说你是不是很爱赌 都很爱去看是不是很爱赌 他就跟我说 没有啊 我是爱看啦 我没爱他 我没爱啦 我爱看没爱他啦 我刚才讲说 我是爱看 但是我没办法啦 我没办法 我只是去看而已 我没办 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开始赌啊 那个时候 都有在赌啊 那你还骗他啊 因为 那还没有结婚 没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良的示范 大家不要写 不要写他这样子 为了要娶到你 为了要追求到你 对 编织谎言 对 后来我知道 我就很气他 对 那要让大家知道嘛 你戒赌的原因是什么嘛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因为我真正 借赌啦 那是 因为我 我们以前是 婚人家租房子嘛 那些朋友 他们都是 喜欢赌博的 为了要跟朋友 那时候朋友搬到 别的地方去 我就骗师姐说 我们到别的地方租房子 结果 因为就是要 租到那个朋友附近 那师姐知道之后就说 那我们干脆买房子好了 因为你一直给人家租房子 也不是办法 为了把我引开那个毒油 就依然就说 那我们去看房子 离开是非地啦 对 我就带动他 我不打 我不打醒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就 因为我的那个房东 就有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你老公要现在去租的地方 就是那些 赌的朋友 都住在那个一块 当我知道 我就思考 我要把这个人 怎么引开那些朋友 有智慧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们还没有房子嘛 我们去买一个房子 来用贷款 慢慢缴 对对 这是我们的 让他有点金钱的压力 对对对对 有责任感 后来就是把他这样子 我们就去看房子 就真的买了房子 他就离开那些同事 就没有在赌了吗 有 他还是有 因为那个 就在我 搬到那个平鎮 因为师兄 他是找我一个礼拜 搬去龙台嘛 我晚了一个礼拜 就搬到平鎮 那时候因为我 搬到平鎮之后 那师兄就跟我一直在 接应我说 介绍瓷剂 对 因为他在 我在 桃园旧家的时候 我们是隔壁邻居嘛 他就已经在 给我们介绍瓷剂 但是我都是推说 因为我工作忙 我没有空 一直推一直推 等到我搬到平鎮去了 那时候我 我下班回来 不用在家里 再做财检加工了 那也比较有时间了 师兄说 你既然都已经 不用财部了 那我们就来做实际 他一直拉 那视觉就后面一直推 陈生兄 你怎么知道 他在赌博啊 赌博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只是想说 反正多度一个人 就多一个生力军 以前看他们夫妻都很好啊 哇 那是 就是说同进同出啊 做生意嘛 就是同进同出 OK 然后就 把握这个音源 就是啊 那既然我搬走了 他也是搬到 离我们很近啊 他在平正 那我们在永谈很近 结果就是这个音源就 慢慢的把他们 就一边拉啦 主要的事还是他师姐 后面的推 但是师兄 发心忏悔要戒毒啊 一定还是有原因啦 他迟迟不说出口啦 我等一下还是要让他 自己讲出来啦 不过 改了之后 当然 对外和气 对内疼惜啊 真的把太太 当成太太啦 怎么说呢 请看看哦 以前的张茂席 是个大男人 即使太太发烧 还是要他四后三餐 不过现在的他 可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从张茂席 在厨房张罗的 俐落动作中 看得出他这个家庭主夫 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说这个啊 这是刚才的那个 就算你感冒 你真的生 你真的烈到发烧了 你想说 有人煮一碗饭给你吃多好 那是都没有可能的啦 他还会傻傻地 一直看电视 等了那个时间 他想说 这个人怎么奇怪还没 下来煮饭给他吃 在慈祭的团体里面 看大家都是 以前讲啊 进食地的时候 就是啊 人家做煮水 不就凉水凉水 对女人来说 婚姻中最幸福的事 应该就是有个体贴的先生 陈梅元在意的 不是煮的食物美不美味 而是那颗诚挚的心 有时候他炒一个饭给我吃 我就觉得好幸福哦 我就边吃就边跟他说 哇 这个饭好好吃 我觉得人生这样就过了 我就很自然跟他讲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我是忧心的那个讲出来 那是都不怕我哦 不是 不只啦 所以说 不是 真的 每次炒饭他都会给我上来一下 张茂熙不仅会下厨 帮忙做家事 连陈梅元的愿望 都毫不迟疑地帮他实现 早期我是会一人卖一摊混拼的时候 当时是想说 是不是可以来买一块地 大大的来盖 整个楼下让大家讲熟 可是后半段那几年 后来我脊椎受伤就没体力嘛 没体力我就想说 哇 我那个梦都没办法演 他说他一定要 要上心 要图书 那或他注意就会保护到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求师兄说 我们把家里的那个 卖散的把它解释掉 把家里整理一下 让大家来讲熟 结果我一开口他就马上答应 你都忘了去 忘了 忘了 来这里集合好了 我们到底 他这个供修的点真的很棒 那个又那个美颜师姐又整理的那个 他们整个都重新装潢过 装潢得很有盗气 音响设备那些 还有那个整个的桌椅都弄得很好 所以说感觉到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很有盗气 很温馨的一个供修点 我们这个产地都随时翻领 各位师兄 师姐过来 好 对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棉 张茂席和陈梅园 一致的步伐 坚定的道心 继续牵引着他们 迈向下一个三十年 真的是夫妻要同心啊 同一个方向 正确的方向走啊 才有意义啦 对吧 对 这样苦心 劝逐 他终于 戒毒了 对 走路迟迹之后 当然啦 夫妻的对待 更加分 更美满 对 更幸福 以前都不买搭做的吗 对 家来的事情都不买搭做的吗 大男人子依 有固执 他认为那个不是男生的事情 我请问一下 你们两个不是一起出门做生意吗 对 对 那做的事情不都差不多吗 没有 因为 其实我们是一起做生意 没错 但是我搬的比较重 什么重的都是我要做 那我赶紧放下去 我要到没有地方去 说好 再来收他 这样子 因为早期 所以你以前这么计较比较 对 因为早期 因为这个 我的想法 家里的事 那是女人的事 那不是男孩子的事 那你就不要带他出去做生意吗 没有 因为 那他是因为 宜爱怼 不是宜爱怼 因为就是有经济压力嘛 没办法 他还是很看家的 所以以前你还是无名啦 对 分得那么清楚啦 对 该是太太的时候是太太 该要算 像生日的样子 你就把他 摔得这么清晰了 所以你 那把伞 定情伞 被他骗了之后 你一定 生活也不快乐了 一开始很不快乐啦 就很后悔啦 但是后半段是真的是 还好那时候有忍制了 所以现在是 先苦后干 对 现在是很幸福了 所以真的感恩 你们是不是 对 一来他没有跟你切八段 算了 你这么喜欢赌 连过年都赌 我还自己回娘家 如果他跟 狠心的 厉厉的说 好歉他没有 还不断的不断的拉着你 牵着你 终于你也真的戒赌啦 戒赌跟词记识戒很有关系喔 对啊 因为我真正戒赌是在 我进那个 参加我们那个 那个培训的时候 当读到我们那个 词记识戒的第七条 那个不赌博 不投机取消 那那一条时候 我就当下就决定 我要把我的 读完全戒赌 对 所以说 参加词记 就 我从 我开始参加词记到现在 我就不曾再去 上个牌子了 太好啦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 原来 动机 是因为词记实戒第七条 不赌博 不投机取巧 对 所以这个要感恩我们上人 对啊 好 原道了 原道了 也希望你度化更多人喔 对啊 希望 希望我 在 词记的改变喔 能 影响到我身旁的所有的人 希望他们也能够跟我一样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词记的活动 对 要把一些那个不好的习性 能够戒除掉 这样子 好 包括你们的女儿啊 有话要对你们讲啊 我来听听看女儿到底对爸爸妈妈有什么 爱的 祝福 来 妈 你虽然觉得我们母女的感情好像缘分比较担 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告诉你 然后总觉得每次被你说什么 你都会骂我 然后打枪我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我 心里还是有很多话想要告诉你 尤其是 可能跟男朋友上相处不愉快的时候 其实我都想告诉你 只是我会觉得 也不想让你担心 我想我会努力朝就是 你希望的母女感情面努力 可以让你像阿嬷一样 就是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那也给爸爸就是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就算不管我又没有出嫁 我远远都是你心中 最疼爱的小女儿 我也希望我可以一直是你心中 你喜欢 然后很受 背受疼爱的女儿的样子 就算我不管我多大了 我都希望你可以继续疼爱我 然后你老了 我也会好好疼爱你的 恭喜这个家庭 因为慈悸彻底的改变 亲子的关系也变得更好了 特别是 你女儿听说 我这个女儿真的是我们 当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希望以后 不管她嫁到哪里 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对不对 就像她 她是晚辈对长辈的祝福 你也进了慈祭之后知道 上人说 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 你也有遗憾 你也有后悔 因为你觉得爸爸来不及看到你的改变 因为 其实 我爸爸在 对我们的教育 他不会说很直接的跟你讲 尤其当我 当我 当我 喜欢赌博那时候 就像说 四爺刚刚讲说 他 我 我 赌输了钱 又回去跟爸爸拿钱 他跟我讲一句话 说 爸爸才有一万块 你拿去赌 其实他就是 以一种 反式的教育 就是哄刺的教育 在教导我 教我说 不要再赌了 他也一直对爸爸的那一种说 那我 人家说四大人拿钱 叫子又去赌了 所以说 因为 在我进入自己 我改变了 但是因为 我爸爸就是在我女儿刚吃生的 在这位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往生了 所以说 在 在这段期间 我一直一直在想说 因为 我的改变 爸爸没办法知道 所以说 这是我 最大的遗憾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 因为我就是 就一直想说 把我 我的改变 能够 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希望 我周遭的人 都能够 因为我的改变 而变得更好 这样子 那就有价值了 对不对 让遗憾 不要再是遗憾 而是一种 用生命走入生命的教育 那你们不仅要心连心 也要手牵手 一起走在慈祭的菩萨道 好不好 好 让当时静春师兄的苦心 不要白费 让上人对我们尊尊教诲 不要我们把他当作耳边缝 如果听到 还要做到 好不好 好 希望你们 家庭更和乐 接引更多人 来加入慈祭 好不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